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由于热带性低气压带来的暴雨,原家南高平五县市共二十八乡镇市变成水乡泽国,虽然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已向灾民致歉,但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委唐泽明上午仍抨击赖奎身为最高行政首长,没有忙着就在抚慰灾民,也不是向人民道歉,而是不断为自己辩解。 一下子说这场暴雨显示台湾强忍抗灾能力,一下子又说这么大的雨是,哪个城市不会淹水? 他说,缺乏同理心的表现,缺乏苦民所苦的胸怀,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行政首长唐德明表示,赖奎应该要有一点同理心,台湾人民需要用生命安全和财务损失来证明台湾的强忍抗灾能力吗? 痛批赖奎说法,是对灾民落井下石,难道因为雨太大,哪个城市都会淹水,所以就可以两手一摊什么都不做,然后审引12小时,坐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堪灾吗? 唐德明表示,赖青德说哪个城市不淹水。 让人想起民国八十四年前国防部长蒋仲林在立法院达巡时,因为军中不当管教致死案例暴增,脱口说出哪个地方不死人。 D 谢谢观看